我覺得人都會犯錯了 對不起我又再度做了一個非常 錯誤的示範 而且犯了一個非常地極的一個錯誤 純心 小信想說 真的對不起 浪費了 這麼多的社會資源 酒駕當然不對嘛 那也只能說不要酒駕囉 馬國畢酒駕二度發文道歉 沈玉玲玉不要酒駕 然後我 這幾個小時 所受到的 懲罰我自己覺得說 我絕對不會再犯 然後也奉勸大家不要跟我一樣 不犯同樣的錯誤 我想我會在我自己的臉書上面 把整個經過告訴大家 那真的對不起 再次跟這位大眾說對不起 對不起 藝人馬國畢 如果喝一罐330cc的啤酒 酒測值就會達到0.152 不能因為喝不多就只罰犯罰喔 事後他還在臉書發文繼續道歉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對不起 我覺得人都會犯錯了 48歲馬國畢人生路 可說是相當坦克 2013年因為沉迷職棒簽賭 欠下5000萬賭債 我沒有一天是躺著 就可以馬上睡著的 妻子也離他而去 使馬國畢不得不斜幹很多職業來還債 來一萬的聖三高 我現在要吃手熟了 OK 那就等待你上菜啦 你好我是馬國畢 很開心為你服務回歸社會啦 對啊因為這個 壞事做多了 需要 需要消一點業障 OK 真的是貨真價實的打工人呢 回歸本業演藝圈 日前馬國畢拍攝8點檔 網友憂心會不會因為酒駕影響拍攝 電視台回應 馬國畢酒駕需要面對法律的裁判 不會影響拍攝 會依照原定劇本走 我已經這樣了 我不怕別人怎麼搞事 郭子謙 沈玉琳 今天出席活動 也被問及關於他酒駕疑事 他們比較熟啦 你講錯我是跟馬國畢 我不曉得 因為你們講我現在才知道 酒駕當然不對嘛 對啦 那也只能說不要酒駕囉 對 我覺得人都會犯錯 我會聽到他說 我會想說 他會站到我 在這裏 我說 好 我會唯一 我會提到 有 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